全球气候不调和缺水造成的干旱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巴西刚才大家看到 因为干旱 农作物欠收 牛羊饿死 严重地冲击该国的民生经济 上人今天在志工早会当中说 水是大地跟人类不可缺少的大生命 所以我们平常就应该要身体力行 好好珍惜水资源 全球气候不调 巴西东南部缺乏雨水造成旱灾 农作物欠收 而在台湾同样面临雨量不够的问题 台南地区必须实施夜间减压供水 平常在正常的生活 在自己的土地上如何珍惜它 爱抚它 如何让农作物很顺畅的水源头如何来 好好地保护它 能这样子才会真正的生活能不缺 这都是平常都是要付出努力 洗水从生活小细节开始做起 马来西亚慈寂幼儿园的小朋友挑战一桶水使用一天 循环利用资源 考验智慧也让大家更珍惜每一滴水 小小年纪就懂得如何节省水 一水多用 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洗水 看看孩子都这样的懂得道理 我们大人能不身体力行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身体力行 扎根腾锡地球的观念从每个人自身开始做起 落实在生活中共同为了环境来努力 大爱新闻将信心邓明仪花莲报导 谢谢大家